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濃煙不斷竄出 消防人員布水線 對四樓噴水灌救 受困的民眾被消防人員一一救出 坐在地上的阿嬤被濃煙嗆到 表情相當痛苦 來 那我們先到向口去 我們先到向口去 一對情侶嚇到邊走邊哭 衣服都來不及穿就跑下樓 因為這場火來得太突然了 一口多漂亮 我不知道 我知道在二樓三樓 很多少人都發生了 12號凌晨1點左右 台北市松江路160巷內 突然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到場時 已經有火蛇不斷從公寓冒出 我們在白白 我們都回來 我們都回來 那是一個情侶嚇到 那是有車的話 我跟同學一樣 然後就送過來 然後就去 走會 疑似是宮廟拜拜 沒有注意才引發火警 不過詳細的原因還要調查 而五名受傷的民眾 在送醫治療後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記者許志明台北報導 記者許志明台北報導